街小的干妈店随处可见 在印尼这样的小店就有350多万家 包办全印尼大约七成的生活杂货用品贩售 苏瓦提尼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除了街坊的老主顾现在还加入线上销售 业绩更是真正日上 印尼最大的电商平台Bukalapak带动这些商家店铺跟着一起数位化 苏瓦提尼每个月的业绩甚至可以达到1900美金 是印尼民众平均收入的十倍 能带动这样高的营收数字 不只是多亏线上销售电商平台更提供多元的服务 让这些街角的干妈店就跟台湾的小鸡一样万能 印尼因为是上千个岛屿组织 基础建设难以涵盖所有的地区 冲击到生活机能 类似这样的小店就靠着电商平台 甚至银行还有邮局 而且不像小七还要加装各种科技设备 这些干妈店只要一部手机一个APP就能搞定 虽然线上购物在印尼还在起步 但去年已经达到530亿美元 比起2020年整整增加了五成 不看了PAC在这波崩潮之下 去年正式上市募资超过15亿美元 晋升成为印尼最大的电商独角兽 但相关市场竞争激烈 目前股价砍半 不过不看了PAC还是看好相关产业的发展 目前不靠的PAC平台涵盖印尼200多个城市 吸引超过1400万个中小型商铺加入 随着这些线上交易的普及 预估2025年印尼的数位经济将达到1200亿美元 尽管虾皮还有GoTo都先后宣布裁员 但印尼有高达19000万人都在使用线上购物 靠着人口红利仍旧是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市场 更多电商业者前仆后继 透过各种创意还有服务 想抢占这块大饼 TVBS新闻 纵路报道